很早以前我们教大家如何来给CPU和显卡超频 其实内存也是可以超频的 而且在很多应用里面 其实内存超频是可以带来非常显著的性能提升的 那么今天我就跟云飞一块儿 来给大家聊一下关于内存超频的那些事儿 这次我们用到的是影池名人堂的HOF2 3600内存 这款内存由于采用了三星的B带颗粒 所以超频的性能比较强劲 影池也是非常大方的给到了我们四条名人堂的内存 当然我们这次只会用到两条 待会儿就来看一看它的表现吧 首先如果你是比较没耐心的小白朋友 啥也不想学 就想一键改善内存性能的话 那简单了 英特尔早就帮你安排好了 咱们开机之后狂按Delete键进入BIOS 然后打开XMP 再按F10保存就可以了 这个操作在不同的主板上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华硕的ROG是这么干的 再比如说微星的Titanium就比较简单 直接在主界面上开启XMP 一键开启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在CPU的选项附近 都可以找到XMP的选项 如果你看不懂BIOS里的英文的话 就一个个翻过去 熟悉一下BIOS长什么样子 你总归是可以找到的 XMP简单来说就是内存的超频预设 默认的情况下主板识别内存的时候 会采用JDEC标准 内存的规格都是按照最稳定的设置来的 比如说DDR4就存在2133 2400和2666频率的 三种默认JDEC规格 它们的电压时序也都给的非常保守 目的就是要做到默认情况下最好的兼容性 所以不管你用的是多么高端的DDR4内存条 哪怕它标着4000多的频率 你装完机之后默认都是2133 2400或者2666 任何的内存都需要你自己进BIOS开启XMP 才能达到它的标准设定 那么有些同学就要问了 XMP是英特尔提出的标准 那么AMD平台怎么办呢? 我跟你说一样用的 虽然AMD自己没明说 但是主板厂商都在BIOS里面 保留了相关的选项 甚至有些厂商连名字都不换 直接就叫做AXMP 由于这个功能呼声还挺高的 所以AMD对这种情况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你记不记得咱们中国有位老人说过一句话 哦 对啊 那叫什么来着 门 所以用Ryden的朋友 你们也别担心 你们也可以放心的去开XMP 只要预设是Ryden所支持的范围就没有问题 不过讲到这里 所以有些朋友就可以关视频了 包括如果你用的是 H611 H811 H1110 H310 B75 B85 B150 B250 这些入门或者中低端的主板 其实你都可以关视频了 不过大多数的笔记本也是不可以的 对了 如果你坚持继续看下去的话 但是基础又不太好的话 我们在视频结尾也准备了一些内存参数上的科普 对吧 在超频之前最好先去温习一下基础知识 那么好的 我们先来下载一个软件 Typhoon Burner 通过这个软件你可以详细的认识你的内存 包括制造商型号 时序 XMP频率 注意这个DDR内存的频率 要翻一个倍才是实际的等效频率 包括内存颗粒的一些信息 在这款软件里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对影驰的名人堂内存 它的XMP频率是3600M 时序是17 18 18 38 电压是1.35V 采用的是三星的B带颗粒 在内存超频中我们最关心的三个数据 就是频率时序和电压 实际上我们的超频就是围绕着三者进行的 除此之外 我们超完频还要进行稳定性测试 也就是俗称的烤机 内存的烤机可以使用MemTest 也可以在i.64的稳定性测试里面 只勾选内存一项来进行 建议你每一次超频之后 都要进行长期的烤机测试 以确保超频的稳定 首先我们开机按Delete进入BIOS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i7-8700K 搭配ROG的Strake Z370-i 看到这一套平台 你先不要太担心 内存超频的方法在各大平台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包括Ryzen平台 也可以参照我们今天的方法 我们的流程 当然我们的设定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这里我直接在XMP设定的基础上往上加 超内存的时候 你脑海里首先得定一个小目标 比如说我这里要挑战4266 我们的做法简单来说就是把频率定到4266 然后不断地去修改时序 来适应4266这个频率 首先为了让它能够稳定的工作 我们得提高一点内存电压 比如这里我从默认的1.35V加到1.4V 1.4V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我们就来抄时序了 时序的设定一般都在一个子菜单里 比如这里的DRAM Timing 这个就是时序的子菜单 我们纵览一下整个菜单 懂英文应该能够看出 第一大项是主要时序 Primary Timing 第二大项是第二时序 Secondary Timing 还有下面的第三时序 Third Timing 对吧 时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但也是内存超频中比较重要的一环 对于简单的内存超频来说 我们只要动一动主要时序就OK了 这一块板子的主要时序提供了4个子项 有些板子可能提供了5到6个子项 都有可能 对吧 那么反正思路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第一项就是我们常说的CL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内存是3200CL14 这里的CL是最最重要的一项时序 它直接关乎到内存的延迟表现 想象一下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前面有个收费站一直不放行 导致你堵车堵了两个小时 这个就是内存延迟太大所导致的 所以说CL是我们超频的重点关注对象 CL一开始我们要给它保守一点 然后慢慢的去往低了条 比如说我们先把CL放宽到19 那么下面的时序跟着CL去改就行了 那这一项我们也调高一点 那最底下的command rate我们设置成2T 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是超3200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1T 对吧 但是上4000多的高频的话 就2T吧 然后F10保存 那这个时序对于B带的调子来说 应该是比较保守的 应该也是可以轻松通过测试的 那我们可以用ID64里的内存烤器项目来测试一下 你看坚持了一段时间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探索时序了 我们试试CL17 下面也跟着一起修改吧 完了再进行一下测试 好像出了点问题 这个设定不够稳定嘛 那我们回到BIOS 这次CL我觉得就先不用往回家了 还是保持17吧 因为CL对性能的影响很大 我们应该先试试看把下面的两项时序放高一点 对吧 如果下面不行再去调CL 然后我们把电压稍微加一点到1.45 提高一下稳定性 这一次坚持的更久了 但是仍然没有通过测试 那我们就知道了 确实是CL下面的这几项时序不够稳 那我们继续把下面的时序再拉高一档 试试看这个17 19 19 38这样的时序 如果还过不了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把CL加到18了 诶 这一次就可以顺利的通过长时间的考机了 那我可以说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设定 简单的超频就算是完成了 对吧 还是挺简单的吧 那我们可以跑一下IDA64的内存与缓存测试 对比压性能来看一下 这个简单超频的内存性能提升 就已经非常的显著了 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吧 为了保证长期的工作稳定 我建议你在这个设置的基础上 再保守一档 比如说稍微加一点电压 或者把时序再设置的稍微保守一点 我觉得就大功告成了 这次超频我们还是比较顺利的 没有出现什么超频失败死机的情况 但是大多数时候超频肯定会伴随着一两次超频失败 然后点不亮的状况 这个时候很多的高端主板都会有一个安全模式 你就坐在那等它启动个几次 它发现它过不了自检了 就会提示你超频失败 然后自动跳回BIOS 方便你重新设置 这样的主板超起频来还是很方便的 但是大多数的主流主板做不到这一点 如果说你点不亮的话 记得断电 然后把主板上的扭扣电池拆下来 静置一分钟 再装回去 用这种方法清空CMOS重置BIOS设定 然后再重新尝试保守一点的超频设置 以此循环 直到你找到一个稳定的设置 这里还要告诫大家一点 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内存 设定上还是会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比如说DDR3有频率1600 时序888 241T 然后定压1.65V这样的设定 数据上其实和DDR4是大相径庭的 那我希望大家其实参考的是我们超频的方法 去在你这一套参数的基础上面做调整 而不是去把我这次超频的数据 你就直接套上去 那就是肯定不可以的 不过呢 我们刚才只调整了首要时序 这就只适用于简单超频 如果你想往死里超的话 就请往下看吧 我们今天既然用了这么好的内存 影池的名人堂HOF内存 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 什么叫做往死里超 既然是往死里超 那咱们就来挑战一下真正的高频 这次咱们使用的是DDR4 3600的内存条 那么我们来挑战一下DDR4 4500来试试看 首先我们进入BIOS 先来把内存频率的部分选择到DDR4 4500 为了配合内存性能的提升 CPU部分我们也超频到了4.57克 而CPU的核心电压我们则放在1.2V 内存的电压则直接加到1.6V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 B带颗粒是很吃电压的 一般来说我们超频会放在1.5到1.6V 以便在散热许可的范围内能获得更高的频率 最后别忘了把System Agent电压和VCCIO电压都加到1.35V 这两个电压对内存控制器的性能是有影响的 OK我们保存设置 开机 如果不改时序的话就是这个结果 超频失败了 不过好在ROG板子可以在三次重启之后自动复位 我们来调一下时序再来试试看 进入时序控制界面 我们首先将第一时序调整至18 19 19 39 2T 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时序 第二时序方面我们要调整一下TRFC和TREFI 这里要注意TRFC这个值十分的重要 会影响到内存的带宽效能 也同样会对稳定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对其他第二时序进行一定程度的放宽 OK保存 好了我们已经成功进入了Win10 打开A64和CPU-Z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超频到了4500C18的高频 跑个测试看看 嗯舒服 但你以为这就完事了 这才不是我浮动兄弟的作风 这个水平也肯定不是这堆内存的极限 一不做二不休 我们继续来挑战更激进的时序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呢 我终于调整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参数 第一时序呢我们调整到了16 19 19 36 2T RTRFC呢也调整到了500 第三时序方面通过对RDRD RDRWR WRWR等的收紧 终于得到了一个稳定并且激进的参数 我们进系统跑个测试来看看这性能到底怎么样啊 在CPU-Z里面你们已经可以看到 我已经把这堆3600的内存超频到了4500C16 用S64看看这实际的效能究竟如何吧 读取63G一秒 写入67G一秒 延迟只有40毫秒 这才是这堆内存真正的实力 相比于默认XMP3600下的性能 此时的性能已经有了将近20%的提升 而相对于2133的时候嘛 性能则已经翻倍都不值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极限超频毕竟是往死里超 肯定不会非常稳定 我们只是想要看一个好看的跑分而已 而且有一定的风险 各位同学也要自己掂量好 居然能超得这么高 是不是很酷炫呢 其实要想做到完美的内存超频 各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那这里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影响内存超频的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如果你是特意为了超高频而买的内存 那么三星B带颗粒肯定是你的首选 B带的超频能力 比起海力士还有美光的颗粒 包括三星自家的C带颗粒都要强得很多 除了Typhoon Burner这样的软件之外 你也可以通过搜索内存的拆解 直接来看内存上的型号来进行判断 比如说我们来拆下这一套影池的名人堂 它的三星颗粒上面最后一行的前三位就写着5WB 5WB里面的这个B代表就是三星颗粒的版本 这也就是典型的一枚B带颗粒 但这不代表非三星颗粒就不能超频了 超基本上都能超的 只不过一个体质的好坏罢了 除了内存本身之外呢 芯片组和CPU也和内存超频息息相关 比如说英特尔的第六代Skylake平台 还有AMD的Ryzen平台 它们的内存超频高压线都差不多是在3200-3600左右这个样子 不过如果你用的是英特尔的第八代酷热处理器 就是Copy Lake 那么它可以很好的去帮助内存超频到更高频率 比如说有的可以超频到4500以上 甚至还有的可以突破5000 这个就取决于CPU本身的内存控制器 八代U的内存控制器就比较厉害了 另外主板本身也有讲究 高端主板当然表现会更好 但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实战经验 以及一些极限超频选手的选择来看 高端的ITX主板往往在内存超频上表现比大版还要好 这倒不是我们的开玩笑 前几年的内存极限超频比赛上面 我们见到很多专业选手使用了都是ROG的M8i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上一下华琴的官网 看一看各款主板的内存金融系列表 你会发现ITX的高端主板反而能比同等级的ATX主板 兼容更多的高频内存 这个细节倒挺有意思的 但我觉得这跟体型好像没什么关系 主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砍了两个内存槽之后 干扰更少了 供电的压力也更小了 这样应该是更有助于超频的 对 你比如说像华硕的那个M10A 它确实是一个大版 是个ATX主板 但是它却只有两根内存槽槽 就一样很能超频 不过这个也只是我们的一个经验之堂 如果你不是发烧友的话 其实也就无所谓了 最后一点要说的 其实就是双通道内存 往往会比四通道内存更加容易超频 如果你用的是HTT发烧平台 然后发现内存却很难超上去的话 我的建议是不要太为难你自己了 你四通道3600的性能 比起双通道4500 带宽更大 表现会更好 如果不是挑战极限 就不要去纠结那点频率了 节目的最后 我们就给新手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基础科普 欢迎大家来学习一个 内存这个部件本质上是作为CPU的缓冲区而存在的 毕竟CPU太快了 硬盘又太慢了 中间就需要有一个内存来乘上几下 然后CPU就可以把常用的数据放到内存里 需要的时候直接调用内存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CPU就可以专心高效地运作了 那么很显然内存的速度延迟就会影响到CPU的发挥 毕竟谁都不希望买了一颗很强的CPU 却被内存拖了后腿 对吧 所以在超频之前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内存最重要的五个指标 大小 类型 频率 带宽和时序 它们都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Typhoon Burner 也可以打开CPU-Z 切换到内存选项卡 先看上面这一部分 我们的这个内存大小是16G 通道数是双通道 而类型是DDR4 大小这一项就不用多说了吧 既然内存是CPU的缓冲区 那么内存越大 CPU就更容易应付大量的数据 但是内存的大小并不会直接影响性能 需要多大的内存 其实是取决于你怎么用的 一些专业的软件 比如说像Adobe全家桶 虚幻4 它们可能会消耗掉32G 甚至更多的内存 但如果你只是拿来玩游戏 日常使用的话 那么8到16G都已经很够用了 我们配内存就像小区里修停车位一样 要是买车的人不多 那么怎么停都够用 但如果每家每户都买车的话 那么小区里恐怕就会堵得水泄不通了 频率这个指标 对于内存性能的影响几乎是最大的 内存的频率越高 内存的读写速度 数据的传输速度就会越快 这个指标我觉得是最好理解的 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频率有等效频率和工作频率之分 由于DDR的全称就叫做Double Data Rate 你看看这个DDR内存是可以做到双倍速率的 所以说内存的工作频率要乘以2才是等效频率 你看CPUZ里写的这个1800就指的是工作频率 那我们的内存等效频率就是翻一倍3600 我们平时所说的都是内存的等效频率 这一点在你检测内存的时候千万别搞错了 通道是由内存的数量和你用的芯片组共同决定的 如果把频率类比成开车开的有多快的话 那么通道就是指的有多少根车道 如果没有限速车道又多 这样的高速公路开起来往往就很顺畅 所以说通道数和频率又共同决定了内存的带宽 理论上双通道2233的内存带宽和单通道4266是一样的 所以在选购内存的时候 我比较推荐能双不单 关于通道的另一点请大家记住 不是差了4根内存就是4通道的 我前面说了它和芯片组有关系 比如说8700K和2700X最高就支持双通道 插两根内存是双通道 插四根也是双通道 这个时候插四根内存唯一的意义就是内存容量翻了一倍 带宽上并不会有提升 而像i9 7980XE TR2950X这些发烧级的处理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HEDT平台 它们这些产品就会支持四通道内存 带宽比起普通的消费级平台就要大很多了 不过不同平台对于内存通道数量的支持会非常不一样 比如说初代i7就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期 X58平台支持三通道内存 所以你会发觉很多2010年的高端PC使用了6G或者12G的内存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而如今的高端AMD EPIC服务器平台和英特尔的智强 就分别支持8通道和6通道内存 它们的带宽就要大很多了 如今市面上的一些新平台所使用的基本都是DDR4内存了 一些老平台可能还在用DDR3甚至DDR2内存 不同类型的内存当然是不能混用的了 如果要升级就一定要认清类型 基本上每一次内存的进化都是伴随着标准的改变 频率的提升 比如说DDR2时代的频率大多为667 800 极限超频也不过是1333 到了DDR3时代 1333和1600就成了基础频率了 发烧的玩家会尝试2400甚至2800的高频 而如今的DDR4内存 2400也成了基础的频率 一般的内存可以尝试超频至2666或者2800 而高端的内存甚至有能力挑战4000加甚至5000的高频 实力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持续是影响内存性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它所代表的是内存的通信延迟 数据越高内存的延迟越大 内存的表现就越糟糕 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一串是第一时序或者主要时序 其实还有第二时序和第三时序 它们都会对超频产生影响 但是最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第一时序里的CL 也就是开头的这一个数字 这一项是非常影响性能的 最后的1T和2T是command rate 这一项也有不小的作用 内存的性能是由频率和时序综合决定的 如果你光超了高频但没有好好的调整时序 那么性能恐怕还不如那些频率不高 但是时序经过精心调教内存 超频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调高一点时序 来获得更好的稳定性 从而冲击更高的频率 也可以选择把频率降低一些 专心的优化时序 如何选择全都取决于你自己哦 理解了内存的这几个关键属性 再看完我们今天的超频教程呢 相信你对于内存超频已经有个简单的认识了 那就赶紧去尝试一下吧 如果你苦于手上没有适合超频的内存 那就不妨考虑一下我们今天所使用的 饮食名人堂HOF2 有了三星颗粒的加持 再加上饮食高质量的PCB用料 这样一款内存绝对会让你在超频中满意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学会内存超频呢 也别忘了给我们的视频按一个赞 然后收藏一下转发一下都是可以的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微博极客湾官博 以及我们的淘宝店铺极客湾数码稿 各种高性价比的笔记本 等着你来选购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也别忘了关注我和飘哥的个人微博 我们的各种见解会定期分享给大家的